好 山浩水好味道 观众朋友欢迎您跟我们一块记录台湾 很多台湾人喜欢吃卤味 一锅一锅的卤汁 有个通透的豆干 甜不辣 它象征的是不便的家乡美味 也是每天陪伴着你我的味觉记忆 李俊和他把父亲传下来 三十几年的老卤汁改良 加入焦糖 让口感更加的厚实 也因此让生意蒸蒸日上 接下来跟随着主播张亚迪的脚步 一起来品尝 建骨头 那这一锅 齿流香 那这一锅 美骨气 开口介绍自家卤味超有创意 也只有卤骨头类 建骨头 这一锅是齿流香 专门卤那个豆干 米血 甜不辣这一些 这一锅是美骨气 没有骨头类的 就是内脏类的叫美骨气 不同于一般受访者 面对镜头有些紧张 说起话来幽默又风趣的老板李俊和 自嘲很三八 有时候外厂有的话 有时候三四点就要开始工作了 好 这么早 对啊 你有时候跟美骨气 有跟你一样 好像萧强 睡两个小时 一大早的厨房里烟雾弥漫 热气逼人 即便靠着大风扇来散热 依旧是高温难耐 你每天真气这样 对 我们的小姐越醉越年轻 越来越漂亮 跟你一样有某部分的困扰 李老板的嘴就像他卖的焦糖卤味一样 上了蜜糖 但用客人买单可不能光靠一张嘴 以前比较重盐重甜 重油 现在是比较养生一点点 加上焦糖就取它三大功能嘛 就它的酱色看起来颜色会 会比较漂亮 还有它风味 吃起来比较不会像汉方药材 好像要吃重药一样 它味道起来就像气质美女一样 比较内散发出来的光与热 精选二十多种汉方药材 还有日本琉球进口的黑糖块 红糖 冰糖以及香草 精心调制而成的香草焦糖酱 再加上爸爸传承下来 三十多年的老卤慢火熬煮 就这样 带着浓郁焦糖香 还有淡淡香草味的焦糖卤味 唱出名号 不过老板可没因此松懈 每个小细节都要谨慎对待 不假他人之手 好 盐巴好下去 好 开始搓揉 把它的一些细沙 还有它里头上面有一些棉膜 把它处理干净才不会有腥味 那我们本身的脆肠都是用那个 外销日本等级的脆肠 鸭刺本身我们都是以 差不多140天的一个北京鸭 它其实它肉质 口感上这个时候的天数 算是最顶级的 精挑细选的上等食材 老板说好东西不怕贵 另外卤这过程 更要坚持祖传的断煮法 依照不同的食材性质 还有不同时间来卤制 我们豆干卤完之后 那一锅像我们米血那一部分 卤完之后我们那个汤会倒掉 因为它会变质 鸭本身它时间一来也比较长 因为鸡它时间不能太长 因为它肉质会比较嫩一点点 没有一套标准作为流程 就算独家秘方打公开 老板也没再怕 因为经验累积 他说这可学不走 每个人还是有每个人的一些技巧 因为这有设计到火候 其实滷味这一部分 其实它门槛不高 可是你相对你要用心要坚持 要三心二意 要三心二意 对啊 要用心要有爱心要有恒心 加上创意跟手艺 三心二意才能做出人间美味 焦糖乳味 给我三分钟就给你们全世界 小亮的叫卖声 信路过民众停下脚步 贩售场景换成是百货公司的零食柜 李俊和依旧挥汗如雨 几乎忙不过来 卖卤味卖到名气水涨船高 真的不简单 光是一个百货零食柜 竟然创下一天 十九万元的高营业额 牛肚三百 鸡脚四百 脆肠五百 那我希望你们在那边能够摆跪啦 努力中 努力中 其实它有邀请的 只是说努力给它就够了 是喔 我们有时候 我们一档就差不多可以比它们全部 连时下很夯的电视购物 也曾经向他招手 成功创造出这股卤味奇迹 靠着这一位焦糖卤味 每个月银额冲破百万 但这一切竟然是个美丽的误会 喂 你好 鸡翅 食包 你要购到户款 早期五十几年前 刚好爸爸妈妈滷了一锅 说鸡脚鸡翅啊 就在店里要给小朋友吃的 他的爱心 其实柜台一发消费者看到 就想买 他买了我们就买 就阴错阳差 就类似误入歧途一样 就越滷越多 其实做到现在口碑也越来越好 原来李嘉早期卖面包起家 是全新店第一个自助式面包店 但老店因为捷御施工而搬迁 第三代李均和还有哥哥 不得不开炙散叶 最初打焦桶口味 除了因为要跟哥哥做区隔 同时也是看诊焦糖的独特性 本身就是一定要做出一个差异化 消费者才不会混淆 像乳味算是一个 很平易近人的东西 你要把它做成 比较类似 比较日式 比较白式 看起来很精致 高贵不贵 高贵不贵 李俊和的坚持还不止这样 接受采访时 拿出大大小小的道具 由新加坡买的小碟子 加拿大买的木架 游乐市场剪的布 光是这些还不够 就连灯光老板都自由准备 这可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 好像这样拍起来 有时候效果就 当然就很漂亮 给它准备一下 卤味还要准备 当你要拍摄的时候 要把它拍得油油亮亮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会加一点厚 有一些 对一个小技巧 就散一个淡淡的一个油 它都看起来油亮油亮的 看有没有 拍起来灯光美气氛家 做卤味坚持根流台湾 拼口味坚持做出差异化 李俊和把台湾特色小吃 发阳光大 成了另类的台湾之光